眼前的这个男人 就算是被女鬼一口咬掉的脑袋还依旧嘴硬 而唯一让他服软的方法竟是被妹子抢毁 没想到妹子却觉得一次不行变来第二次 这个男人的名字叫做货者 一个从小到大不怕鬼的唯物主义者 因此他家中的家具原本都是一等一的杀人戾气 据说连电视机都曾跑出过真子 不仅如此 他住的公寓也连着死过99个人 一到晚上就变得特别了 也拜此所赐 他能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这些家具 而他平时唯一的爱好就是混迹各大贴吧论坛 狠狠拷打装神弄鬼的灵异小鬼爱好者 这天他看到某贴吧的一条帖子 米娜桑 最近霓虹国的术月记快到了 据说有白鬼夜行 有无有有科普啊 下面的回复纷纷是装神弄鬼的 表示失踪的人肯定和白鬼夜行有关 见此或者却不屑一步 随后便是狠狠拷打这些游有 不会吧 不会吧 真有小唐人信这世上有鬼吧 如果真的有鬼 那他们怎么还不来杀了我 看出网页上不断弹出的消息 他却冷笑道 终于上钩了呀 随即只见一个有有私信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等你真正遇到那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知道自己有多可笑 但他却单手撩起头发 也整笑了 你又觉得自己精神胜利了是吧 这时桌上的手机却嗡嗡的响 殊不知他的背后正有一道黑影 看向手机却浮现出了 你当真不怕我的字样 但或者却满脸嫌弃 这群人就没什么心活了吗 然后手机却又冒出 你马上就死了的字样 剑子 他直接当起了键盘侠 噼里啪啦就是一顿输出 随后看着手机上的红字 又当起了电竞钢琴家 而他背后的真子电视机 却爬出一个女鬼 看着他在电脑前发出的信息 你敢来我就一榔头 给你敲的魂飞魄散 下一秒只见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就在你背后 此时他虽然转过头 但嘴上还在不停地输出 看着突如其来的一张鬼灵 吓得他一愣 随即直接一拳招呼在你鬼脸上 气愤地表示 好端端地有门不走 从业的电视机出来是吧 这钱你得赔 你以为戴个头套就能吓唬到爷吗 女鬼被说得气不打一出来 随后双眼放光 张珠雪还大口 对着霍哲就是一口 女鬼看着身下的尸体 还在发出声音 废物 一口就只咬掉爷的头 就这 还说自己是鬼 你配吗 女鬼则是气鼓鼓表示嘴真臭 虽然吃了他 但总觉得还是输了 希望下辈子能去一个鬼多的世界 置之这个贱人 说完便爬回了电视机中 而身后霍哲的身体却在慢慢下沉 一步步沉入深处 下一秒 等他再睁开眼 却模糊看到一个女孩 正在哭着喊他的名字 随即慢慢俯下身去 不可以就这么轻易地死掉了 然后直接强吻了上去 此时刚好醒来的霍哲 对着发生的一切一连忙 没等他反应过来 只见眼前的白毛妹子深吸一口气 随即又是一波强吻 霍哲却却是一把将其推开 你大爷的 差不多得了 刚才就是你的哈皮装身弄鬼的吓唬也是吧 看到眼前楚楚可怜的妹子 随即起身摆出防御架势 质问你到底是谁啊 不久前我将眼前的白毛妹子一把推开 但她见我醒来却直接紧紧将我抱住 哭泣道 太好了 你没有死 霍哲君你没有死 但听到霍哲君的我突然愣了一下 却发现自己怎么一副娘们唧唧的模样 随后脑袋一张 出现了许多没见过的记忆 这具身体的主人家庭破碎 自己还能看到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就这样选择了在浴缸中结束这一切 随后便是一个白毛妹子焦急地跑了进来 看到浴缸当中的霍哲君 当即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之后便试图用人工呼吸唤醒物 明白了这一切的由来 我下意识往下一跑 还好这玩意没丢 但爷的咔咔恋的大肌肉就这么没了 也罢 毕竟是个被灵异故事所害的人 就让我替他活下去吧 随即看向眼前的妹子 心想这位是谁 但此时的妹子脸上一红 这是靠得太近了吗 随后便手忙脚乱地解释道 抱歉 霍哲君 我从网上看到你发的说说 还以为你 看到你没事才有些激动地抱住了你 我却一脸将脑袋扎进他的胸口 没错 我是自杀了 可惜我是个喜欢灵异怪谈的铁废物 连自杀都做不好 随后一个劲地在他怀中撒娇 浅川虽然感觉不像是之前的霍哲君 但他至少认真毁过自杀的错误 随即摸着我的头按位置 没事的 总会有失落的时候 此时的我却满脸欣慰 二十年了 终于体会到逃之住那小鬼的快乐 浅川健壮则是鼓励我 如果遇到什么事可以先告诉我 不要走极端哦 但我却沉溺在温柔乡中无法自拔 无意中说出了心里话 浅川却是疑惑 好软 健壮反应过来的我怎么下意识说出来了 便一脸震惊地向其解释 之后见外面天已经黑了下来 便决定将他送回家 走在漆黑的小路上 我们谈论着最近的连环杀人案 但浅川却是疑惑 随后只见少女的鞋上不知沾了什么 而我却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 回头望去 却是一个诡异的人影跑了过去 剑壮直接说道 都几点了 小崽子还在外面疯跑鬼叫 但浅川对我的行为很是不解 这时我看向周围 这街道搞得这么脏 还有这些人大半夜不睡觉 跑来当偷窥狂是吧 浅川听到我说的话 霍哲君是看到了些什么吗 但暗处的那些东西纷纷不屑地对我说道 嘿 老色逼 下贱 就这样盯着我 但在浅川的眼中 街道却是整洁如新 也看不到任何人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莫菲霍哲君有洁癖吗 见此 我满脸不紧 随后蹲在一旁的电线杆叹气 发出感慨 连浅川这样优秀的女生 都对这环境习以为常 果然国内那些对立本的描述都是假的 这时 忽然一滴水滴在我的头上 我伸手摸去 却发现手上黏糊糊的 于是对着电线杆便是一顿臭骂 给一整高空吐痰这一出事了 随后在浅川的推动下 我骂骂咧咧地走了 浅川心中却想着 难道她真能想传闻中那样 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此时电线杆的一处树丛中 只见一双腿来回板洞 脚尖还低着不明液体 随后一个妹子坐在树枝上 却对刚刚发现动静的我提起了兴趣 正好可以拿来补补身体 随后抬起脚笑头 目标已经标记出来了 回到家中的我便倒头大睡 但衣柜中的东西见着 终于睡着了 她的灵魂变得更加美味了 还以为她会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 而此时的霍哲正在说着梦话 随后只见一只狱卒 瞬间踏碎那些果物 一个女人开口说道 她只能是我的 随即只见学女抬起腿宣布 谁敢染指谁就尝尝我的厉害 瞬间强大的灵压下的小鬼们不敢动她 看着这个女人 难道是那个地方降临的大门吗 随即学女便向熟睡的窝走去 地板掀开被子钻了进去 嗯 不错不错 如此充沛的灵力 若是全部吞下的话 伤是亦能悉数愈合吧 随后便伸出舌头 就这样被舔的肚子的我却有了反应 一呼之中梦到班长正伸出舌头对我下手 看着她的表情 我瞬间就上头 而这时只见学女的指尖正会急着寒气 随后便伸手向我抓去 但梦中的我瞬间被惊到了 一个男人把我按住正嘟着嘴说道 准备好了吗 要吃了你哦 小弟弟 见此便发出熬的一声 吓得小鬼们赶紧讨死 但这时我的手却伸到学女的脸上摸着什么 梦中的我此刻正在抱着你 现实中我却是握紧拳头 随后一拳打在学女脸上 喜欢摸男人是吧 也不给你来的百分百亲密的肉体接触 还真对不起你了 被打的学女却是捂着脸 惊讶到你能看到我 随后便将其草草修理了一顿 里面的声音却让门外的小鬼感到害怕 之后学女身上便拧起了冰块 随后气愤地说道 衣服都差点给踹开箱 那群驱魔的都不敢这么对我 看着熟睡的我 学女择了一声 便向我冲来 但瞬间被我按住了头 江头猛的一转 就是你偷了爷的冰红茶 再来一瓶的瓶干事故 快给爷吐出来 随即便起身压在学女身上 还伸出舌头舔势着她 这让学女直接流出了口水 随后害羞地表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怎么在吸收我的灵力 她在胸口的过舌症贪婪地 多着冰红茶 这让学女的灵力瞬间溃散 身上的衣物纷纷褪去 这在胸口的衣物瞬间爆开 发出要化掉了的怪叫 而办完事的霍哲 则是一脸神清气数 这一口冰红茶桌的针手 兵力十足 一旁的学女慢慢爬起身来 明里呼呼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她不仅能碰到我的实体 还能吸取我的力量 难道是正在游历人间的 罗生门之鬼 慈慕童子大人 随后捂住胸口 若是能侍奉在慈慕大人身边 那我的鬼声岂不是 到了第二天清晨 睁开黑眼圈的霍哲却听到一声 主人 该起床吧 只见一个穿着女服装的 靓丽少女正端着蛋包饭 向我走来 主人 早餐准备好了 醒来的霍哲则是气愤地 对昨晚偷冰红茶的事耿耿于怀 嫩破的屋子你也来偷